鸚鵡小木屋 嗨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回到鸚鵡小木屋 我是Jack 我們曾經在這個頻道裡面 跟各位介紹過兩次木柵動物園的影片 我們第一集呢 是跟各位介紹木柵動物園 它其實是有鸚鵡屋的屬在 那第二集呢 我們是跟各位介紹 木柵動物園裡面 曾經出現的一種一級的保育類的鸚鵡 我們今年2022年的1月 我們又來到了這個木柵動物園 我們這次來看一下木柵動物園 有沒有出現哪些新的鸚鵡 還是有沒有出現什麼 比較保育類 比較沒有看過的鸚鵡呢 那我們就一起開始今天的影片吧 怎麼了 怎麼了 我現在在動物園 雖然有點鷹魚綿綿 可是現在有點微出太陽 可能你要去比末天 你可以看見彩虹喔 沒錯 正如老K所說 今天真的鷹魚綿綿 動物園的遊客也特別的少 趕快坐上遊園車直奔鳥園站 我們也趕快來找最期待的鸚鵡屋 不知道去年的小朋友們 今年過得好不好 大家如果也想要來木柵動物園看鸚鵡 記得 它這個可愛的接駁車真的很方便喔 一下車就可以到鳥園區囉 那間就是那個啦 熱帶雨林管 那裡面也有那個 林管 裡面也有 那個 穿身甲管 然後很像脫鏡的那種 對對對 像脫鏡的那種 下雨啦 啊啊啊啊啊 雨好大 我的相機會直接 報廢了吧 感謝你 感謝你的雨傘支援 哪裡 喔那一隻嗎 超級踏子 害得到啊 害得到啊 所以我覺得它有點像假的 牠不動 牠大到有點可怕 很可怕 這牠真的還可怕 可能有些人有來過木柵動物園 但是他們要找鸚鵡的時候 他不知道鸚鵡在哪裡 那今天來帶各位看一下喔 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從鳥園車站這邊下車 進來之後啊 鳥園車站一進來就是我們所在的鳥園區 這邊是鳥園區 這邊是鳥園區 那下車站之後呢 左邊那邊 是老鷹區 老鷹 現在有另外一組youtuber 正在拍攝他們的影片 那我們的鸚鵡區到底在哪裡呢 我們就要繼續往裡面走 我們第一個會來到的入口處呢 是生態鳥園區 生態鳥園它是屬於開放式的鳥園喔 我們經過了鳥園區的入口 接下來就是會來到這個鳥類隧道啊 鳥類 哎唷 藍副賢你來啦 你想要來拍影片嗎 歡迎加入鸚鵡小木屋喔 剛剛跑下來 藍副賢好像用哪個國中同學的名字喔 副賢 哎唷 同學 看到它了吧 它應該叫做 黑美嗎 黑美 離開了這個鳥類的隧道 好 再繼續往裡面走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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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這隻是什麼 白枕賀 還有毛毛蟲欸 毛蟲 你看毛毛蟲 可愛的毛毛蟲 最後一關 大魔王關 我們即將來到了 鸚鵡屋啦 走到最裡面的最裡面 最裡面的最裡面 好了各位 我們現在來到了 木薩動物園的鸚鵡屋啦 它的位置呢 就是位於我們這鳥園車站下來之後 右轉 經過了這個鳥園 就是大的那個鳥園的入口之後 一直往裡面走 往裡面走走走走走 走到最底 你就會聽到鸚鵡的叫聲 那熟悉的聲音就是鸚鵡屋啦 來到裡面它是一個室內的空間 火音是非常的大喔 好的 我們收集到了第一隻鸚鵡 是我們的月輪鸚鵡 這隻月輪看起來應該是公的喔 它現在滿興奮的一直狂叫 是 哈囉 月輪 洞穴裡面有躲了一隻 這個是琉璃金剛英文屁屁 琉璃金剛它該不會在築草吧 還是它是在躲雨呢 接下來是第三隻以及第四隻 這隻金剛是不是有點在渡估啊 它被淋濕了 有點在發抖的感覺 這隻金剛是新的嗎 我記得去年它的毛沒有這麼漂亮欸 對啊 上面還有一隻巴丹 它正在梳理它的魚毛 兩隻腳掛在那個鏈子上面 怎麼了 哈囉 哈囉 這隻很親人欸 它會一直跟人玩喔 你來了呀 哈囉 哎呀 你今年是不是變胖了 這邊還有躲一隻折鐘耶 接下來我們來到第二區 第二區首先 看到的是這隻巴丹鸚鵡 對面的琉璃金剛好像對它還蠻有興趣的喔 一直在對面很像想要跟它溝通的感覺 接下來呢 就是兩隻葵花鳳頭啦 它很漂亮的冠魚還是一樣 這麼樣金黃色 接下來這隻是我們去年也有看到的粉紅巴丹啦 它今年看起來還是有點愛哭呢愛哭 不過羽毛看起來有比去年長的奇多了 漂亮多了 下雨天大家看起來都比較愛睡覺的感覺 比較想睡覺的感覺 小黃帽喔 想睡覺的小黃帽 它躲在小小屋簷下 接下來來到我們的第三區 來到我們的第十三隻鸚鵡 第三 第十三隻也是亞馬遜鸚鵡喔 這一區看起來是亞馬遜共和國 接下來就是第十四隻 第十四隻 然後這是第十五隻 然後這是第十五隻 第十五隻 也是亞馬遜鵡 那看起來更想睡覺了 如果不動的話看起來真的會有點像雕像 喔 起來了 起床了 又睡著了 這邊看起來是八丹共和國 一隻 兩隻 三隻 下面有一隻灰鸚鵡 今年為什麼會這麼多的八丹啊 它們裡面其實有一個大鳥園區 不知道木柵動物園的後台 是不是還有更大的鸚鵡飼養空間 感覺每一次來都好像有不同的鸚鵡 大家還記得去年我們也有來到木柵動物園嗎 我們介紹了一隻超稀有的一級保育類動物 俗稱也是金剛的棕櫚鳳頭鸚鵡 今年我來找它的時候 卻怎麼找也找不到 只有看見其他種類的八丹 而且數量也好像變多了 去年看見的粉紅八丹 也沒有缺席 那到底 那個在當年木柵動物園的鸚鵡傳奇 怎麼會消失了呢 我重新把每一個區域都再仔細的檢查一次 任何一個角落都不放過 是樹叢蟲嗎 不知道 看到了 在後面是不是 是地板 哦 最後就在眾多的樹叢當中 看到了一點點紅色移動的生物 連相機都對不到焦 說真的它躲得太好了 應該是因為上面的飼料區古物灑漏一地 椰子金剛卻在地上狂吃猛吃 我們最後還是找到躲在角落的椰子金剛啦 原本找不到它的時候覺得有點小失落 因為它有點像是這裡的鎮店之寶 這個品種的鸚鵡說真的就算有錢也不一定可以養 所以大家如果是鸚鵡的愛好者 來到木柵動物園真心推薦大家可以找它來探班哦 今年來動物園看到的動物們 跟去年比起來慵懶了許多 周圍的氣氛也提升了不少神秘感 天氣晴朗的動物園好像是我們記憶裡青春的序曲 而冰冷潮濕的動物園卻像是我們從未探索過的神秘領域 雖然雨天逛動物園有那麼一點點不方便 不過寒冷的空氣以及雨水都無法澆濕我看見動物們的機動 看著這個世界上各地的生物 各個都宏偉而莊嚴 不僅讓我們反觀人類的渺小 更體悟了大自然的偉大 非常推薦各位有空可以來動物園走走看看 也是寒假期間非常不錯的行程哦 誒 我小白天 媽媽 我在這裡 好可愛喔 看妳要不要太空照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記得訂閱櫻霧小木耳頻道 並且幫我按讚分享 別忘了追蹤我的Facebook跟Instagram 看看鳥堡們的生活動態 我是Jack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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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I would say yes to me 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Shack 我們鸚鵡小木的飼料在2022年即將重磅回歸啦 我們這次的飼料做了相當大的升級 主要有三大亮點要跟各位分享 第一點,農藥殘留檢驗合格 第二點,台灣在地水果乾 第三點,合法高品質堅果 我們主打檢驗合格的鸚鵡認證飼料 嚴格把關所有原料品質 共同守護鸟寶健康 而且我們每一包的古物飼料 都是使用SGS認證的食品級真空袋 獨立真空包裝的喔 給鸟寶最純粹的健康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也都可以在底下資訊欄找到我們的官網連結 最後非常感謝大家的支持 也期待製作更棒的影片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掰掰